诶老板老板 你那个demo demo C Carmen啊 如果180多千了可以吗 位置满了咯 一下子满了咯 老板我想问你啦 你那天你那辆辆车啦 给我们做demo的啦 吃黑油的现象 还有没有吃黑油啊 然后跑了多少里数 到现在为止啦 跑了多少里数 然后那几辆车 到现在有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啦 因为这个是MERS啊 MERS B-Class啊 OK 没问题没问题 下次下次 Thank you thank you 两两呢 一两一两 那两呢 吃那个 那个黑油这里 那个跑了4千 Dr. Lee是没有看到 有黑油下降的状况啊 效果很好 另外一辆 奥迪Q推勒还是有吃黑油 因为那个没有做到那个吃黑油治理啊 那个放四罐蓝色的下去那个他没有做到嘛 他只是洗C Carmen而已 所以那个到现在还是有吃黑油 还是一直要倒黑油 VCR就不用了咯 VCR暂时没有看到吃黑油啊 跑了4千 4千 出三次眼门 回来还是没有下降 之前是3千 差不多用完了咯 现在啊 明显咯很明显 不错不错 还是要感谢你的信任咯 不然的话我们都没有这样子车去试 因为很多人讲会弄坏引擎啦 这个啦 那个啦 其实我们都是根据我们的数据来实行我们这些机器这些东西的 而不是乱乱来的 怎样多好还是要感谢你的信任啊 可以啊 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 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啊 去做demo啊 这个我反而我这样做啦 因为这辆车它是04年了嘛 它到现在挖修应该是content了啦 之前它吃黑油吃到很厉害 我是认为是挖修啊 反而做了这个bistoning之理哦 反而bistoning这个部位更明显 挖修没有这么明显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啦 因为有明显看到 因为我现在要踏黑油下嘛 但是它都不知道跑了这么远 我还拿来lap哦 还是拿来lasing一点哦 拿来lap 拿来lap下落下 黑油都没有吃到 就是证明这个bistoning很重要